好各位企友大家好 下面再为大家介绍一盘 自己的自占解说 对局时间是2023年的6月份 这是一盘的屠龙局 我本人是一位70后的英文兵时代的业余棋手业余棋迷 那么2000年之后呢 看了很多顶尖棋手的对集 尤其是AI的棋谱 感觉自己的理解上 对危机的理解上又有吸引的跃进 那么在这个时期 这个年龄还能长期 那也是一些愉悦的事情 因此呢 把自己的一些对局期谱呢 上传到网上 给自己留了一个纪念 同时呢 也愿意和大家分享 共不愿意动脑下棋的棋友们的开启节目 好 下面进入棋局 本局呢 我执黑先行 对手一上来就直接挂 那么我就进行夹击 6.33是我非常愿意的配置 对手棋运 挺奇怪 只能说对手非常困难实力吧 那么连压四路之后 我感觉到非常愉悦 那么我学期的时候啊 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那时候说黑棋压在四路 白棋手头算路是两分的格局 那么有了AI时代之后呢 我认为黑棋在续盘的时候呢 连压四路 连压五路 可能都是黑地烧好的局局 因为尽管白棋获得了实地 但是呢 这些子没有任何发展潜力 从此效率来看是极低的 因此呢 这种对局的无论如何 我认为不能说是白棋 在AI时代的更注重全局的配置 配置 所以说黑棋的发展权力巨大 这些棋们在随后的攻击中 也会逐渐的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角被 左下角被黑棋先挂到 白棋拐了一手 这可能也是对于实地的热爱 但是呢 这个地方还是有些空虚 黑棋呢 其实点上 我想AI应该也是 认为这手也是大棋吧 走了这时候呢 白棋又点了这这一招 只能说是白棋对实地的酷爱吧 黑棋呢 其实把外面缝上 连这些小斗五路上为空 那么也是很愉悦的事情 目前看呢 尽管白棋为低 为得很凶 黑棋呢 没有为低 但是呢 事实上的结果呢 实地差不多 黑棋的可能发展权力 更大一些 这显而易见 白棋走了几手棋之后呢 发现没有机会 赶快转身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上面的两个子 就无助轻重了 因为基本上 比这大的地方多的是 黑棋赶快不捞 白棋又打了一手 这个棋 只能说是一种执着吧 黑棋呢 切棋长强谈大厂 那么白棋挂脚 黑棋呢 这时候可以从这里夹过来 因为黑棋的脚部都是活的 扩上自己的势是关键的 白棋想活这个脚 黑棋呢 切棋边空就要护住 然后呢 把这棋跑了出来 这棋呢 当然目前没有活 黑棋呢 也可能是想跟白棋 白棋呢 想把这份黑棋围住呢 可能就像熟悉吃这个棋 可惜呢 黑棋还面对这个 这两个子的诱惑 还是又多花了一种棋 所以说黑棋在这上呢 花了四手棋 去提了两个子 那续段节呢 我想这是黑棋落后的 主要原因 白棋 这个子力全部围到上面了 所以说黑棋呢 可以腾住多手 来围下面的大石 目前看 黑棋无论和实地和外石 都已经大大的占优了 白棋呢 想打转黑棋的这个大孔 那么由于自身 没有完全活棋 有弱点 那么黑棋呢 轻松的把白棋罩住 黑棋呢 如愿与尝地走到了右下角 这样看 黑棋的实地目前已经大幅领先 白石棋呢 目的是想 威逼这个黑棋这两个子 想出这个地方穿过来 但是明显这两个子很小了 黑棋 在另一步 明确地表态 要说 右下的大孔 这是逐渐明朗 白棋如果不打入黑棋的大孔 并活出一块的话 那么白棋的孔是不够的 当然白棋也很有信心 黑棋 扎定 拟确表态 要圈谏 那么 这个大孔呢 白棋也有活齐呢 我认为很难 因为黑棋的弱点 似乎就这一块 但是呢 黑棋用于座位很厚 可以轻松获得联络 白棋继续碰 寻找机会 黑棋呢 只是把自身联络好就可 黑棋补了之后呢 隐隐约约呢 这块大概形成了 一个眼的模样 那么白棋呢 还需要一手棋 去做出两个眼 黑棋及时 进入白棋中央 看黑棋割舍哪边 那么 黑棋把右边的白棋割掉 那么左边看呢 大概能做出一只眼了 白棋呢 还需要寻找另外一只眼 黑棋 由于呢 上面的黑棋呢 没有死活之聚 所以说黑棋之聚连回即可 目前呢 白棋在这里也做不出眼了 白棋只能在下面 寻求作眼的空间 继续把白棋可能作眼的位置堵死 这部棋呢 只能说是白棋 那种执着 他认为破空是关键 但事实上这时候呢 白棋还没有活 刺完之后 黑棋清楚地告诉白棋 这个地方 只有一个眼 那么事实证明呢 下面这个棋也可以跑回去 白棋第二个眼 事实没有做出来 这部棋呢 是因为 如果黑棋直接断掉的话呢 白棋可以退回去 我成这样的话 那么肯定是 白棋是不够的 黑棋寻求稳妥 这部棋是一个白棋的骗招 因为如果黑棋硬的话呢 这里可以把 白棋可以把黑棋分断掉 如果走成这种格局的话呢 不如致意 白棋全部逃脱了 黑棋当然看到了这一点 赶快补牢 最终呢 黑棋有所退上 保证自己呢 全部活掉 就在这里 黑棋把白棋的大龙 全部吃掉 那么这盘棋呢 可以看作是 不断的转换 不断的变换呢 为空的位置 最终呢 白棋不得不深入地打入 那么 尤其呢 利用自己的后置 全剑了 白棋打入至此 这盘棋 下棋的时候呢 给人感觉呢 还是挺充斥的 因为你在攻击的时候呢 总有一种 主动权在握的感觉呢 比背影攻击 四处逃跑 那种感觉 好的多 今天的这盘棋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 点赞 给订阅 我们下次见